延燒一整年的新冠疫情 宅经济大增 也导致纸箱大缺货 其中农民就因为纸箱短缺 较苦连天 对此农委会副主委 今天上午特别召开记者会强调 纸箱的原料是充足的 会先协同业者 而行政院会优先生产农用蔬果纸箱 同时他们也会设计公版 要来降低成本 台湾的农产品在内外销 都相当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不过因为国际新冠疫情 宅经济成为主流 造成农友纸箱大缺货 农委会副主委陈俊记就召开记者会做出说明 我们的第一级的纸厂的原料不缺 但是因为国内的这些出口 我们所谓出口不是纸箱出口 是我们的产品出口需要包装 需要箱子的需求 还有我们民生的这些需求 强调纸箱缺货跟我们的原料供应量无关 根据统计全台蔬果生产量达到535万公噸 每年需要用到一点八亿个纸箱 而截至目前统计全台的农民团体 平均每个月都会短缺至少六十七万个纸箱 另外对于纸箱的价格是否会调账 陈俊记也做出说明 强调有和国内三家造纸商协调 将会全力制作农用蔬果纸箱 也沿拟设计公版 这样就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也希望能够压低销售价格 希望能够缓解农民缺纸箱的困扰 华人新闻晚上张东勇台北报道